今天共鳴時間軸我們有幾位工作人員請去處理大門 那今天我們其實主要一個問題是我們在努力解決API授權的問題 因為原本寫在那個Google spreadsheet裡面 可是它是單一一個Google倉庫開設的API授權 你看那個ORD那邊開設的 可是好像會有些限制 所以我們可能會用另外一個Azr把它取代掉再閃掉 然後再努力做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原本我們每次在present的時候才能滑半天 滑不到點然後滑到度日裡面很痛苦 直接用滑數根之後 然後世界全部疊在一起很痛苦 然後我們就加了那個跟Google日例一樣 右上角加了那個日周月年 然後讓它可以一按就可以找到你的科度比較簡單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因為這個可以無限回一個滑 會回到那個問題 目前發現極限是西元前27萬1500年 就是這個愛在西元權的問題 我們要設定成可見時間軸 它的時間軸 我們還沒處理這個問題 可是因為已經不需要一直滑 所以比較不會這個愛在西元權的問題 那下次我們再來做一件事 然後最後的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原本只能新增世界 那最後可以直接在這邊新增時間走了 那就直接架多走 那就是我們以上成功的興趣一點的話 請到所有人可以上找我們HackStor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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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